大坑都会举行母火龙 这项活动在香港已经有超过130年历史 2011年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母火龙源于1880年 当时大坑区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客家农村 一次风灾过后 村内出现一条大网蛇 还召了很多村内的生畜 于是村民合力将他扔死 由于当时天色已暗 就打算第二天先叫警察帮忙执手尾 谁知第二天去到一看 条蛇竟然消失了 几日后大坑村庚忽然发生奇怪瘟疫 不少村民病死 有导师说大网蛇其实是海龙王之子 海龙王为了报复村民杀子之仇 所以降下疫症 后来村中父老获陪杀报梦 收到风海龙王最怕火龙 只要在中秋节连续三日一边 母火龙绕穿游行 一边研点炮粥就可以驱走瘟疫 村民照做后 瘟疫果然被驱走 自此村民每年都会摘制火龙巡行全村 以祈求平安 母火龙曾经救过整条村的命 制作和仪式上 这么说 最后视频长的名秀 foto